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马太福音的25章 14到30节给大家带读一遍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机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 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 拿另外的五千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两千的也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 说 主啊 我知道 你是忠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脸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 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脸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边 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吃了 阿们 神是照着自己 可喜悦的 亦以创造了 天地的万物 神造万物 是有目的的 神对他所造的万物 赋予了他们的使命 叫他们承担起 被造的使命 神赋予他们使命的时候 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为了自己的快乐 为了自己的荣耀 为了叫万物 完成赋予给他们的使命 教出好的作品 神也充分地 都给予他们 养育他们 也充分地栽培他们 诗篇的一百篇的三节里说 你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神为什么造了他的百姓呢 是为了得荣耀 为什么牧羊羊呢 是为了需要的时候使用 所以神造了万物 他自己又全心全意的栽培 这就是为了收获 神旨意当中的目的 他才栽种 他才栽种养育 负责任的 神造人 也是一样 神对他所造的人 也是为了要收获 造人的目的 那今天地球上 有这么多的人 谁会想 是神造了我 我要时刻 做好神叫我去的准备 神造了我 把我安置在地上 叫我活着 栽培我 他要通过我 人生的这些的日子 要收获什么 我要带着这个作品 去拜见主 就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 活在世上的人 就包括信耶稣的人 当中有多少呢 神的教导人 农夫的规则 农夫呢 就是洁尽京城的 把种子撒在地里 那也是洁尽京城的呢 来试弄 他会流汗 耕地 也投入经济 就是要施肥 他相信这样做呢 会有更大的收获 到了秋天 当打肠的时候 麦子呢 就一定要 收在仓里 成为主人的粮食 麦子呢 就会 用不尽的火 烧尽了 我们严实家人们 和今天通过 YouTube做礼拜的 耶稣家人们 假如主 现在对我们说 今天就是你人生的 秋天的和尝 那么我们把什么献给主呢 我们把什么献给主呢 我们能不能说 主我当你呢 像在何场是分别 麦子和拜子的时候 我一定要献给主 我一定要把这样的作品 献给主 就 做好了准备的人 这样的人有多少呢 那么这么说来呢 如果你说 我没有啊 我不行啊 我今年一年 活到现在 从来没有想过呀 那么说这话的人呢 就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 跟得了一千银子的人呢 没什么两样 这只能是 叫做伤心 叫做震怒 是非常愚昧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有结束的日子 我们也正在走向 结束 人生有结束的日子 我们也正在走向 人生的结束 这就像 完成了农活的农夫 等待着秋天的收获一样 当主问我们说 我将天地万物都赐给你们了 也给了你们肉体 这个为了主做工的人格性的时间 我施恩于你的时候 是舍弃了我的儿子 把你从罪死亡地狱里拯救出来的 我施予你的是这么大的恩典 那你活在恩典当中 你如果有对施恩于你的神 有什么能拿出来的话呢 你就都拿过来吧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能够献给你的 那么处境如何呢 会成为了多么令人可惜的人呢 所以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人 对于 有没有照着神创造的目的 对于神所要求的一切的法规 不管你知与不知 你自己与生无关的 活过来的这些的生活 当神公义的律制动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能够逃避呢 怎么能够逃避呢 主耶稣说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那么那日呢 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那更重要的呢 就是 我们的性命哪一天结束呢 我们的性命结束的那一天 就是人子 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藐视主的人 就照着你的藐视 受报应 承认主 把利益和作品来交给主的呢 主就以荣耀来偿还你 所以这里说的 一定要报应个人的 大家 我们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这是事实啊 我自己呢 常常的这样想 读圣经的时候 我也在想 这话语呢 是怎样的事实啊 所以我是笃信不疑的 还要在铁板钉钉 对呀 神借着先知的口 预言 说怎样的舍弃儿子 叫他怎样的死的话 都应验了 通过以赛亚先知 预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翻译过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话语呢 两千年前就成就了 不是将来要成就 而是呢 已经成就了 同女怀孕生子 这样的预言呢 都已经成就了 而且呢 他的肉体呢 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 担当我们的过犯 为我们的罪孽 压伤 担当我们的罪孽 又受刑法 担当我们要受的刑法 又受鞭伤 担当我们的疾病 流血受死 把我们从最死亡地狱里 拯救出来的 那么两千年前 这样的话语就应验了 这样的话 这里所说的人子 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这样的话呢 就更令我们毛骨悚然了 舍弃儿子的话 应验了 儿子说要上到耶路撒冷 受长老基地长文士的害 死后 第三天复活的话 也应验了 我去以后呢 复会采拜圣灵来的话 也应验了 我要这里教会 印尖的全面不能 生活教会的话呢 也应验了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在何场 来收获秋天的作品了 那这样的话 主来收获作品的时候 如果我不能成为他的作品 那么我将有多么悲惨的日子来到呢 但是那一天 谁在神面前呢 也是全然不能隐藏的 在全知的神面前 自己的言谈 如同赤肉敞开 一样的显出来 所以不管是我们有意 无意犯的罪 还是我们 为了主尽忠 为了主劳苦 忘了 或者说你记住了 这都没关系 都有公义 公平的审判 大家我们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西伯来书的四章十三节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也就是说 在神面前呢 被造的目的呢 全部都减露出来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肉敞开的 我们在这边面前 怎么能够推诿 怎么能够隐藏 怎么能够拿出一个 可证的作品出来交账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在神面前犯的罪 如果我们不借了 耶稣保写的功劳悔改 说哎呀这算什么呀 这怎么能是罪呢 就隐藏起来 到时候 当你没有悔改的时候呢 他就显明出来 可是隐藏了这些的罪 当你听了神的道 读神的话语 悔改 找出来 在耶稣的保险面上彻底的悔改 使你得到了赎罪的话 那这样的人呢 是多么的幸福 得到了赎罪了 对这个恩典的感恩啊 那我一直到主寨来 一直到主那里去 我要认真的 我要尽心地为了主信中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地 要爱主你的神 并且要爱临舍 如同你自己 我们就是领受了这样的职份的人 服侍神 爱临舍的职份 那么主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职份 我们教会 有管理灵魂的绝对的职份 有服侍教会所有的事的尽忠的职份 有感谢神救恩的赞美的职份 各自有不同的职份 那你领受了这样的使命 还故意的 说太累了 太难了 真的我有点烦了 不想做了 太疲劳了 明天再说吧 后天再说吧 以后再说吧 新冠病毒结束 能聚会的时候再说吧 就这样的 把主交付给我们的 急迫的事往后推 没有能够 为主交付给你的职份尽忠 那么从你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呢 主交付给你的财干 是不是你都给丢了呢 是不是给主带来了损失呢 这样当你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天 你说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啊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啊 经历上太难的缘故 因为我太疲劳了 而且在这世上生活已经是疲倦了 不管你怎么说啊 都不可能成为借口 你最优先的是什么 主会说 我为你死的时候 有没有找借口 我作为神的儿子 我作为圣子 我为你死的时候 我不介意为你死 我是一死把你就活的 那你也应该致死的 感谢尽忠 把交付给你的使命啊 完成达到主的要求的分量不是吗 可是就因为你小小不然的 绕体的事情就说 我做不到 我虽然是神的儿子 我是故意地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壮烈地为了你 在咒诅的木头上受藐视 受计较 带着罪人的罪名 受咒诅的像垃圾一样的为你死的 你就因为肉体小小不然的事 就把我交付给你的使命 找借口推掉吗 没有办法推为 是因为呢 造物的主 失与受造物的 你被造呢 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 所以没有办法推为 当我们死在罪里的时候 现在儿子为我们死 把我们从罪死亡地狱里拯救出来的 在这样的大恩面前 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推为的 没有办法找借口的 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呢 找借口啊 因为这个不能做 因为那个不能做 本文里有这样的话 二十四到三十节 那里一千的也来 说 主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他把它埋起来的呢 拿过来了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过信仰生活呀 对于造我们的主 保险满受我们的主 要正确的了解 要正确的了解 他为什么造了我 要正确的了解 他为什么把我从最死亡 和地狱里掌救出来 这位要通过我们收割 他借着我们做工的作品 初代教会的许多的信徒和门徒们 看看使徒行传 我们就知道 他们是拿出所有的财产 拿出自己的命 来为了主尽忠的 何止这些呢 这些都不够呢 斯蒂凡的被石头打死的过程中 他这个身体呢 站不住啊 被打倒 可是他仍然地向打他的人传福音 这就是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 我们不吐出来是不行的 一直到死 我们不把它述说出来是不行的 因为蒙的恩就这么大 所以圣灵的对于想要交出作品的人 就是这样的工作 27节主人回答 那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什么叫做无用啊 就是对主人没有帮助 全然没有帮助 如果你是应该主保险的功劳 从罪死亡地狱里得救的人 为了感谢救恩 那你怎么能够不做工作呢 你怎么能够不做工作呢 门徒们被关在了监狱 被放出来的时候 就威胁他们说 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这道 可是门徒们非常的大胆 听人的话对呢 还是听神的话对呢 你要想中断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们做不到 因为呢 主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得到能力 不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所以为了成就这样的话语 不管是被关在狱中 还是被打受骂 都要一直完成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天国 是怎样的灿烂呢 《使徒行传》 就是像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耶稣保险的功劳 从罪死亡对于得救的众人 他们为了这个救恩的不白领受 他们就至死传道 至死尽忠 他们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财产 为了福音而使用 之后也感谢这救恩 他们就照着主所吩咐的 为了成就 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来做我的见证 所以他们为了感恩 因着救灵的热情 所以他们就毫不迟疑的 将自己的命拿出来 结束了一生 哪有比这更好的作品呢 各位你们有什么作品呢 初代教会 他们是把自己都献上 他们为了照顾灵魂 为了救灵魂呢 他们以至于毫不愁愁地殉道 把作品交给了主 我们只分这门 你们为了主献上了什么呢 而且作为受造之物 作为耶稣保血得救的人 在救恩面前 我们也就是欠了恩典的债 在承担其使命上 我们在主面前献上了什么呢 连礼拜都做不好的人 连时间都守不了的人 连礼物呢 都像扔钱给乞丐一样 现在没有关系 就像得了一千银子的人 埋在了地里 一直到主人来 他是平安的 可是主人来的同时 审判的结束之后 那他就被赶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如果那一天呢 你没有作品 引着你藐视主的罪 被赶出去的话 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那你现在应当怎样行呢 主赐给我们时间 是为了叫我们悔改 也就是说你重新开始 你重新开始 照着主吩咐你的重新开始 要承担起你的职任 要叫出来属灵的作品 要拿着你的才干 做跟主来相会的准备 时间不等人 这就是主的话 这个时间 是不是无限的延长呢 不是的 欣赖的延世家人们 对这个耶稣保险功劳 赐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是不是活出来感恩的生活 我们看个初代教会的圣徒 活出来感恩的生活 那么初代教会应该这么活 我们对主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才干 要传道 要敬奏 要祷告 好好做礼拜 要顺从 互相的相爱 互相的服侍 要致死尽忠 要尽信 尽信 尽信 爱主你的神 这样的吩咐你了 那么圣经里面哪里面写你可以不做呢 圣经里面哪里面写你可以不做呢 我们在造主面前 在救主面前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活 现在你有什么样的使命 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责任 你作为他造的人 接着他的血得救的人 你对造我的这一位 宝血就是我的这一位 我当怎样的对待他 你连这样的信仰良心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不是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不会这么做 所以啊 凡是借着耶稣实在保险的功劳得救的人 就一定会赢得感恩 不让你尽忠都会尽忠的 交付给你的灵魂 让你去丢的你都不会去丢的 反而你说哎呀他不能掉地狱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主流血买出来的灵魂 我们的主流血买出来的灵魂 我怎么能对他不关心呢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 可是 你有这样的精神吗 你有这样的精神吗 各位 如果你没有做得到 那你灵魂的时代 拜见主的时候 你肉体的时候 因着为了主尽忠而播种了 那你就会按照这样的作品来 来 所所有益的收获 永远的富足 如果你那天 因为你肉体为了肉体活 损坏了造主伟大的本质 藐视他 藐视他 而且呢 藐视 用他的保血买出你的主 反而呢 因为你的罪 而误会了保血的话 那你受的刑法 该怎样的加重呢 我们 我们 因为我们得知真理以后 若故意犯罪 恕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 没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着重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特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怜悯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亵渎世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法 该怎样加重呢 所以我们是有刑法在等待我们呢 还是像得了五千两千银子的仆人那样 有荣耀的称赞 和主一起有进入到主人 快乐的天国永生等待你呢 我们亲爱的掩世家人们 如果今天你的性命终了 那这灵魂的时代 在主面前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去拜见主呢 会有什么样的审判结果等待你呢 是哀哭切齿被赶出去呢 在那火湖里边的像拜子永远被焚烧呢 还是在神荣耀的国度里 坐在主的左右两边 赞美主 在主的爱里 进入到主人的快乐里去呢 请你现在做出决定 请你现在做出决定 亲爱的各位 初代教会的许多人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对于被定在了咒诅的木头上 在石架上死的耶稣 就连我们的信心的最高的榜样的地次长 盖亚法 交给了比拉多 如果得到了死刑的宣告 你当定死在石架上的这个耶稣 现在你们对他疯了 怎么能为他的道而拿出所有的财产 命也拿出来为他死 来做这种事呢 现在呢就是信耶稣 现在像样的人一定有逼迫 信耶稣现在像样的人 一定有妨碍信耶稣的魔鬼撒旦的工作 就通过环境啊 钱财啊 人啊 父母啊 儿女啊 来冒出来 所以教人就觉得 哎呀 人这样信耶稣 这是疯子 不正常 所以使徒保罗被带到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许多的犹太人 快被杀的时候呢 受千夫长的保护 我们攒头结尾 最后呢 站在审判长面前的时候呢 他就喊 菲斯多大人 我现在要说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时候呢 就说的救世主耶稣 他来到了世上 为了我们死 和为我们复活的事 如果你也认识他 也接受他 也信他 该多好呢 保罗呀 你的学问叫你癫狂了 就把他看成是疯子 保罗怎么说的呢 不是的 我比谁都正常 我再跟你说 如果你认识耶稣 无论谁认识耶稣 都会像我这样 所以除了我的锁链 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一样的认识耶稣 就说他因耶稣而癫狂了 大家 你们这样的信过耶稣吗 你们这样的传道了吗 你们这样的信忠了吗 你们这样的挨过打吗 挨过骂吗 被关在过狱中吗 各位我们的信仰生活呀 我们看见的 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人 过着信仰生活 我们真正拿不出什么来呀 太凄凉了 顶多来做礼拜 顶多做点奉献 顶多来赞美 顶多做礼拜 就像一个过宗教生活的人一样 哎呀 要得救的话得得救 可不能掉地狱 是不是你们也在盲目地过信仰生活呢 那主在林怎么办呢 我们的性命结束 在来主面前的那一天 那你怎么能够两手空空的 就要免除咒诅呢 多令人可惜呢 各位 初代教会呢 是他们把所有的财产呢 都拿到主的面前 而且他们肉体的时代呢 为了传福音的疯狂的使用 最后与殉道结束的 那他们灵魂时代所得的荣耀和奖赏 多么的庞大的呢 多么的令我们羡慕的呢 西伯来书的 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了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 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被锯死 受试探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温暖 苦害 在旷野山林山洞 在地穴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但是呢 他们都守住了自己所信的道 对所有的人来讲 有两种欲望 一个就是为了肉体的一个虚无的盼望 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灵魂的一个真正的盼望 一个就是世界魔鬼赛的邪灵给的盼望 一个就是三维体的神 所赐的属灵的永远的永恒的盼望 那么有着肉体虚无的盼望的人 这叫做虚向 世上的财物啊 权柄啊 权力啊 财物啊 你基本都得着了 当你肉体结束的同时 肉体自己也是虚向 名利也是虚向 你所拥有的钱是虚向 你的权力也是虚向 只能撇下这些走了 各位 但是 有着 永恒的 有着真理真正的盼望的人 就作为一个呢 属灵的人 因着自己肉体的时代 为了灵魂的时代 而不断努力 不断的劳苦 死就死 活就活 毫不让步的 把肉体撕碎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将天国永生赐给我们的主 我在我的主面前 也把我自己撕碎的献给主 他们在天国里面的作品呢 这是人不可想象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近代的颜世家人们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肉体的时代 要为了主的荣耀而活 也为了我们自己灵魂的时代而活 使得我们在天国里面享受荣耀 乃是与主一起 永远地享受那灿烂的荣耀 我的作品拿去了多少 天国就是我的多少 这不是朽坏的 这是永恒的 永固的 各位 告诉我们要把财宝堆积在天上 我们要把我们一生信仰生活 所有的宝贝都哭起来 放到神的国度里 我让你祝福你们 而且我也祝福你们在灵魂的时代去享受它 人呢因为是属灵的存在 谁呢为了自己灵魂的时代 如果不做出来永远的永恒的作品 你要知道 那作品是主的不是你的 可是主呢重新还还还给我们 这是在天国里面永远的赋予你的 天国不是攒钱的地方 不是攒名誉的地方 不是攒权利的地方 但是你在地上降悲自己 在天上就被抬 在地上做仆人 在天上就做主人 在地上做仆人 在天上就被服侍 在地上为首 在天上就成为最低矮的人 大家都愿意为首 这就是这无知的肉体啊 不知道自己灵魂的时代怎样 就叫他自己的呢 来独占自己的人生啊 还自己啊去努力啊 来表彰自己说自己是了不得的人 你也表彰你自己也没有用 唯独要叫耶稣接着我们彰显出来 叫神的话语接着我们彰显出来 叫耶稣保险救赎的恩典接着我们彰显出来 叫耶稣保险 叫耶稣的全品 接着我们彰显出来 这就是能力 感恩 尽忠 劳苦 和为了主死 为了主活的事 一定为了主死 才有复活 大家我们同意的 阿们 亲爱的岩世家人们 我们肉体活着其间 只有肉体剩下的岁月 那你肉体在岁月当中呢 老了多少 那你种什么就得什么 我们得成为呢 得永远的永恒的作品的岁月 但是你肉体生活期间 剩下的岁月期间 给你多少的岁月 你就活多少的岁月 在这期间一直呢 叫你的肉体的情欲旺盛 不断的堆积醉 与神为仇 还觉得我来教会了 所以我是些耶稣的人 你这样的应称啊 当你站在主面前的时候 石像呢 赤楼敞开的时候 没有办法隐藏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样子告诉了你们 如果你听了就忘了的话 那你在神面前 是不可救药的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了不行动的话 那么信心呢 就没有确据 所以我们听了要用行动 各位 神对他所造的所有的人 都提供了灵魂体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但善恶之间 你所行的呢 都会报应你的 但是主的话 大家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所以呢就以死亡来偿还你 你尽忠就以冠冕来报应你 你莫不关心的话 主就以莫不关心来报应你 你藐视我的话 我以藐视来报应你 你承认我 我以承认来报应你 不认我 我以不认来报应你 按照你所行的来报应你 那我们怎么能逃避呢 各位 在神的审判台前 善恶间呢 一点点都不能够有辩解 得了一千银子的人呢 他是怎样的辩解呢 可是呢 一点用都没有 你是忍心的人呢 不善的地方要聚脸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所以我就把这个银子啊 埋在地里 一个都没少 现在我拿过来了 主人请看 若是这样的承认主人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呀 可不是我自己 所以的来承认神 我们来照着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来承认他 按照他吩咐我们来承认他 按照他赐给我们的使命 承认他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记载着 有愚昧的五个童女 她们也是没有辩解的机会的 就被撇下了 这得了一千银子的人 也没有任何辩解机会的被撇下了 在左边的山羊 也没有任何辩解机会的被撇下了 他们就是到永火里去了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说 人称我主我主我的 不能都进入天国 唯独尊敬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不是的主我 我放你的名传道 放你的名赶鬼 放你的名行过许多异能 No 我不认识你们 辩解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神的国 在辩解行不通的主面前 那你竟敢要辩解吗 所以各位 我们今年之内我们没有活好的 我们悔改 你不要找尽管病毒这个借口 什么借口你都不要找 主再临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找借口的 因为你完全可能照着主的要求 来过信仰生活 你做不了的圣灵帮助你 你过不了的耶稣的保险 叫你能够做得到 你做不了的神的道 叫你能够做得到 你做不了的 你可以奉耶稣的圣灵的全面 赶走 叫你能够做得到 谁能找借口呢 你如果做不了的话 你可以借着祷告 来求神 神就帮助你 你谁能够找借口呢 谁竟敢在这位面前呢 不知天高地厚的来找借口呢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 这话谁会听得见呢 那得了一千银子的这个人 如果他有机会的话 主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可他没说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机会 他说他不能要 各位灯礼肉体结束的那一天 不再有机会了 主在你的那一天不再有机会了 现在是机会 后悔也无用的 痛哭也无用的 那一天来到之前 最后的那一天 来到之前 我们要尽心 尽性 尽力的 来 爱造主 你的神 完成他 交付你的使命 全力以赴 靠着神的力量 所以你要祷告 我们的力量做不到 祷告当中啊 那就可以悔改我力量做不到的罪 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来帮助我们生活肉体的自愈情欲和要求 我们力量做不到的圣灵 又在里面来带领我们 叫我们 健备 传道 尽忠 以至于为了主 殉道 祷告供应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力量 我们要接着祷告 祷告 我们要祷告 感谢把我们从最死亡地狱里拯救出来的主耶稣 要接着圣灵像初代教会那样 尽情地来服侍他 传扬他 为他致死尽忠 所以我们最后的作品 就是把我的命交给主 之后我们到主那里去 大家我们至少得拿着这样的作品去吧 主为了我们死的 我们也把我们的命来交给主 献上这样的作品 那么这需要我们认识信仰生活比命大 可是你们当的呢 还不如你的一个职场 不如你的事业 还不如你家里面的日常的生活 还不如你的吃吃喝喝的事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 各位2020年最后一周 我们听了这样的道 想起来的时候感到我们的信仰生活 多么的凄凉 多么的凄凉 掩饰家人们 和通过又多不做礼拜的耶稣家人们 更切地拜托你们 那一天我们要为了主的荣耀 也要为了那一天 你的荣耀 为了那一天 主啊 2020年最后一天 现在我听了道的是对我说的 好 大家我们一起跪下来 全地正途一起跪下来 在家里跪下来 不要在一旁边人 匯盖我们懒惰倦怠 属情欲的罪 不用说交给主的作品了 得一千元的人把这一千元都拿过来了 可是呢交给你呢 你都忘了 话语忘了 圣灵的感动也消灭了 给你的职份都忘了 都丢了 有的都丢了 丢了 那你在那主面前怎么办 你们想一想 祷告也丢了 有没有一样完全的成为作品的呢 没有 你为什么对职场生活呢绝对的重要 而信仰生活 祷告生活 照着话语而活的生活 祝宝血 买素的灵魂 交付给我们使命 交付给我们管理 交付给我们无数的使命 知识的使命 确实的使命 指负者的使命 教师的使命 这么多管理灵魂的使命 为什么 以至于悲惨的程度的 漠不关心 祝在你的时候 以至于你都没有拜见祝的作品呢 祝我求你饶恕我 大家我们活热的 高举双手 一起来三五主 同心和一道祷告 祝啊 祝啊 祝啊